今天我们在成都从州养马镇 是一个78岁老爷子给我们炒的回锅肉 来看一下 刚加入蒜苗 老爷子78岁还能煎大嫂 出锅 看一下 这个麦将怎么样 从州养马 回锅肉 兄弟们 你们看一下 这一大盘多少钱 哦他这个生意是真的好 一锅一锅的回锅肉 来我们帮老爷子上个菜 看一下 这个灯斩窝啊 就是一个好回锅肉的标准 来来来 我跟你们上菜了啊 谢谢谢谢 哦感谢感谢 他们家还有什么推荐吗 说的回锅肉 还有那个肥肠 肥肠 说实话我看着咽口水 你们先吃 我们自己点我们自己点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啊 麻婆豆腐 还有肥肠 来我们看一下师傅炒回锅肉的完整流程 油烧热 下入切好的肉片 老爷子今年78啊 豆豉 豆豉拌酱 豆豉拌酱 咽口水 这辣椒 头 你也要吃 那个肥肠 去那种 就吃了 咽口水 好的 哇 这种 咽口水 他说 你也不能吃 那样 咽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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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在前面炒回锅肉 阿姨在后面切肉片 起锅之前加入蒜苗 再来点酱油 味精 起锅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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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得劲 哦 这里头煮的五花肉啊 对 还有老鸡是 这算高汤了 对对对 这个熬的高汤 招牌菜 八婆豆腐出锅 哇 一会我们也点一个 看着太有食欲了啊 看看这一锅是什么 火爆腰花 哇 看着也是相当哇塞啊 那叫看着拍摄 20年 30年 30几年 他现在 如果不好听不清 听不清啊 我们八九年又会开 九年开了 八九年以前 他的城堡大 还在这儿 原来在成都打工 也是 就是 后来回来开饭店呢 说给他们家菜 味道怎么样 八四得很 吃了十多年了 八四得半了 八四得 非常八四得 这个是我的最爱 火爆回肠 爆得相当到位 又点了一份干腰和炒 来 看一下 哇 这个是回锅肉 炒肥烫以外 川菜里我最爱的一道 出锅 就是这么的快 漂亮 今天四菜一汤 来 先来回锅肉 罐 刚出锅的回锅肉就是香啊 它这个店 就叫留回锅啊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啊 好像 就成都周边每一个地方 烧的回锅肉都不太一样啊 这是刚才兄弟 推荐的肥肠 就是 麻布豆腐啊 我们又加了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这个肝腰和炒 嗯 太下饭了啊 每次来四川我都好久走不出去啊 来四川 待十天能长十斤肉啊 太下饭了啊 对于说 想控制体重的人啊 来到成都 真的就太残忍了啊 成都 乐山 再有就是 自贡啊 自贡更下饭啊 麻布豆腐盖饭 乖 要了亲命了啊 又重口 又下饭啊 它这个肥肠啊 看一下 真的是油温很热的时候 爆到表皮酥酥的啊 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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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一家回锅肉 每一家干腰和炒 每一家火爆和炒 都都不太一样啊 都有细微差别啊 乖 一定要来吃一下他们家这个 麻布豆腐啊 他的地方在羊马镇 下了羊马收废口 800米就到了啊 怎么能不长胖对不对 再来一个清爽的 好久没有看这么清爽的汤了啊 黄瓜 皮蛋汤啊 这种馆子四川话叫姿给是吧 就欢迎四川的朋友啊 成都的朋友 就推荐周边这种 类似的啊姿给的苍蝇馆子啊 我就喜欢这种 你们讲叫香巴头啊 定堂的苍蝇馆子是吧 干腰和炒 火锅肉 火爆肥肠 这几个菜啊 其实算川菜里头最亲民的菜了啊 而且很多这种馆子其实就跟快餐一样 来这儿吃的人啊 就很快 来了就点菜 吃完就走啊 八死的一半